九龍東一間中學兩年之內出現了五宗肺結核個案 其中四宗屬於同一個群組 據了解涉事的學校是藍田性工會基校中學 衛生署說四宗個案分別在2019年 今年4月、7月和9月情報 由於學生確診之後已經立即安排有效治療和病假 學校不用停課 處方亦都在9到10月在學校進行了大規模篩查 其中再有一個學生確診非傳染性結核病 初步調查顯示與其他個案無關 衛生署會繼續跟進有關群組的個案 持續監察高風險接觸者